最近消息来看到台北灯节开幕时位在中山堂的灯组被民众戏称人物长得像台中市长卢秀燕 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是邀请卢秀燕北上与这尊出名的花灯合体 尽管卢秀燕不断表示比我本人漂亮 但是蒋万这头则是大喊花灯怎么可能跟女神相比 哪一个像我 每一个都长得很像我 本尊卢秀燕亲自北上这回蒋万安当地主合体这尊台北花灯 卢秀燕神明版 贴心地卢市长整理一令 两人却正好是国民党2028总统潜在候选人呼声最高人选 凤冠还蛮有兴趣的那会想要戴上吗 没有想那么多谢谢 女神本身在我旁边 花灯怎么可能跟女神比 她是男神啊我不是女神她是真的男神 半熟离 我知道这个我来买过 真的吗 滋养草莓大夫 对草莓大夫 好像是 北中两都男女神合体日前卢秀燕才因为瘦肉筋风波 公开邀约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来吃酸菜白肉锅 但蒋市长却是无辣不欢 我爱吃辣 所以我知道台中有很多很好吃的麻辣锅 那我为你制作一个 我想到帮你制作一个那个麻辣火锅的美食地图 众神包庇 荣平安登主 才因为有人偶长得向台中市长爆红 这回卢秀燕精灵现场见证 两位蓝银政坛明星 闪耀台北灯节 记者陈楚强 王伟臣 台北到 我们下альных词 我们下约开始 聊天 我们下约